好,我們現在進行我們的就是今天的排行碼 就是數位銀行的大排名 那這次呢總共有就是有三個排行碼 就是這個題目我有問三個問題給大家 第一個問題是2018年的數位帳戶知名度排行碼 那第二個的話是數位帳戶的最高滿意度排行碼 第三個是不滿意度排行碼 那我個人覺得說以這個 吸情的程度來說的話 應該是大家最想要知道是不滿意度的排行碼 來,3,2,1 登登,MegaLite 好,這就是兆豐銀行的MegaLite MegaLite剛剛我們也有稍微簡單的討論了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他的資料 好,這次一共有185個人就是主動填達的部分 那總共有30個人主動寫上MegaLite 就是對這個MegaLite覺得非常不滿 所以他的那個比例是占8% 比如說每100個人裡面有8個人覺得MegaLite真的很遜樣子 好,那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到底觀眾都覺得MegaLite 他哪裡不好 好,第一個就想要說 無法線上認證 好,所以這件事情就是還蠻麻煩的 因為如果你辦了MegaLite 但是你要擴展你自己本身的一些 就是開通一些賬戶的轉帳的權益 你可能還要跑一趟分行 這是大家覺得是比較麻煩的部分 要轉帳要另外下載一個APP 其實好像蠻多那個公國銀行都是這樣子 就是你自己本身使用他的APP的部分 就是可以看看那個什麼帳戶資料 或者是信用卡會出帳記錄之類的 但是如果你要用到轉帳的部分 他就要再開啟另外一個APP 要做一個經驗認證的部分 我覺得這都是比較麻煩的 也許可能去年或去年以前 很多的銀行他們都習慣這樣子使用 但是對消費者來說 就是你一次要用兩個APP的 光申請就搞很久 設定轉帳還要跑去銀行等N年 實際轉帳還要開啟另外一個軟體 心很累 要不是存款1.2% 1秒24%應該就被我厚煞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粉絲他也講的非常的 非常的中肯 因為他現在就是有一個 那個活存帳戶1.2%的利率 然後你好像放10萬塊進去的話 就是全部都是1.2%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你可以申請1秒萬事通金融信用卡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 這個卡片的轉帳優惠還可以再多幾次 然後這個卡片又可以享用 就是1秒刷太金卡的優惠 所以有些人就會習慣就是說 我先申請MegaLite 然後拿到MegaLite那個很醜不辣雞的 那個蓮花卡之後 再去申請這個1秒萬事通金融信用卡 然後把這個連結綁上這個帳上去 這也是可以的做法 但是他就是設計的沒有那麼的靈活 所以就是你在半生的時候 會覺得非常卡卡 就是這個東西要跑分行 然後這個東西用完 還要再跑一下分行 你就會煩死了 對包括就是金融信用卡部分 你居然還要去分行 才能夠填寫請出 做填寫 這都其實是比較 就是沒有那麼的深的人心的地方 應該可以念一下他們 就是如果我們這個影片放在網路上面的話 就是希望照封的相關精彈看到 然後就是他們的系統可以更正 可以修正可以升級 那這樣的話對我們相比解釋比較好 提升權限要零貴一個小時 幾乎就是開戶了 APP只剩下查詢 余額能使用 免費的扣檔還要登入網頁才能看 所以這個網友也講的很棒 就是說提升權限 你還要跑分行 然後你中間光是處理這些文件 你就要這樣一個小時 那不就是等於是實體開戶的意思嗎 就是沒有想像中那麼好用 介面很糟糕卡面也很糟 你看那個MegaLine的官網 它其實不是有一個黃色的底 然後有一個類似像花馬一樣 就是在那邊衝啊很可愛對不對 但是它的背後的系統 其實是做得非常差的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反差 大家會覺得MegaLine 這個好像是年輕人的數位章 很棒很棒 但是你去申請之後 怎麼會這樣 最後連回去的就是 那些傳統的那個銀行的制度 就是不好用這樣子 HTC說MegaLine加1秒刷萬事通 一個月10次跨轉加15次跨體 還不錯用 對但是呢 你想要拿到這個優惠 你必須要先經歷過層層的關卡 還蠻麻煩的 但是呢 如果您自己有這個需求的話 你倒是還是可以往這個方向去做 這也是不錯 因為每個月有15次的跨轉 15次的跨體跟10次的跨轉 你拿來玩那個戰幣的活動 或者是WebNPM 你還是可以賺到一些點數 其實不錯 數位帳戶是當初申辦時 任何一件小事都要我親自討銀行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的問題 就是 當你想要遇到轉帳的話 你發現 這個數位帳戶怎麼只能轉到自己的帳戶 還不能轉到別人的帳戶 那你又要透過分行來做這個權益升級 這就很麻煩 老人穿了新衣 所以這個意思 他就是用外面的糖衣把你騙進來 但事實上他內部的系統是沒有做好的 你就會覺得說 怎麼這麼難用 就很痛苦這樣 APP實在不好用 你可去用網頁版還比較好用 所以他的APP真的設計得很差 我的天 再來 有人講說 連免費的轉帳次數都看不到非常的懶 所以說你一定要登入你自己的網頁 才能去看到這個免費的轉帳次數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 最後這個人寫得很好玩 他寫說 照封史上最難用的 你就知道說 這到底有多少人多討厭啊 對啊 這根本就是 一個不好的產品這樣子 小美就說 看信用卡帳單介面也很爛 他的信用卡帳單介面就好像是以前是那種 HTML那種額式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 其實是還蠻 就是都沒有進化 我覺得他們如果有經費的話 就是有機會可以 升級一下他們自己的信用卡系統 我覺得消費者可能會覺得比較開心一點 就是那個東西都是非常的老舊這樣子 就是老派 就是找剛剛花一筆錢來升級